你有嗎 你都用垃圾包頭吃包 只能證明你一定要通過這個中間 裡面的內幕一定很黑 很重要的程序 立法院的會議 譬如說我今天開完會對不對 我今天有一個會議的結論 或是說沒有結論 就是今天會議的過程裡面 議事認為會做成議事錄 議事錄是在下一次開會 不一定是明天 也許是下禮拜開會 要確認議事錄 下一次會議主席宣布開會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來確認上次會議的議事錄 宣讀完之後 大家沒有意義 好 確認才算數 才算完成整個程序 張慶忠那天送大院存查那個決議 到現在議事錄沒有確認 下禮拜也不會確認 所以這個東西到底 基本上如果你嚴守法理的精神 它是不算數的 好 現在問題回到原點 民進黨上禮拜 排招委陳其邁 他排福茂 照理說張慶忠就不能排了 因為這是立法院的慣例 就兩個招委不能排同一個案子 這立法院行之有年的慣例 上禮拜 陳其邁排了 他為什麼一開會就宣布休息 是因為國民黨不讓他開會 國民黨說你怎麼可以拿著主導權 我不讓你開會 所以只好休息 好 那這禮拜張慶忠本來就不能排 好 你現在硬上 你要排了 其實民進黨原本做好 那大家各讓一步 那就一人排一次 如果可以協商 我們就一人排一次 可是他們連談都不談 就直接就把剛剛 大家唸的去年6月25號 那個朝野協商的紀錄 就等於就把它撕掉了 大家就不算數嘛 美人一直在問說 馬英九到底為什麼壓力這麼大 肝冒大不會 非在這個節骨眼 用這麼粗殘的手段要給過 我認為不是經濟因素 因為很多現在 很多包括登廣告的這些人 什麼四大智庫 什麼台商聯合會 一堆 這就是我們看到 買半版廣告那種 他都跟你講是經濟因素 說福茂這個對台灣很好 我請到大家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如果他真的對台灣很好 如果我是總統 我是馬英九 我巴不得你一條一條審查 因為你沒審查一條 就宣揚一次我對台灣有多好 全民擁戴 對 那民調馬上從9.2變92% 為什麼不敢 為什麼不敢 我覺得92%是滿危險的一個情緒 所以對台灣好是騙人的 年華哥講的這個東西 大家發現說 對不起 我插過了 如果張慶忠偷偷埋一條麥克風 就算說整個意思就完成 大家以後都這樣玩就好了嘛 所以我才講說 你不可以用垃圾包頭吃包 那這樣子立法院的意思規則 立法院的傳承立法院的典範是什麼 以後大家只要有正義的法案 都用大家各憑本事 這是什麼啊 這叫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大家要遵守 你頭頭唱一跳 說我未來扁蘇比的條碼 說我已經講過了 大家都沒聽到 意思錄也都沒錄到 這樣說 這樣遵算了 我問你 如果民進黨以後會這樣搞呢 以後大家就麥克風比大字 看誰比較大聲 我們的國家就用五年式 洪一哥剛才有一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觀眾朋友大家可以去想 台灣到底是不是民主國家 如果是的話 現在立法院上演的這一些鬧劇 為什麼會發生 那有人講說 這一些民意代表 他們到底是代表什麼民意 現在看起來他們是代表黨意 因為黨叫你怎麼做是怎麼做 不分區立委 還情有可原 區立委在幹什麼 那你們都不支持服貌 讓台灣民眾了解清楚嗎 我剛才講 馬英九犯了兩個一樣的錯誤 他當時發現王津平的那個 關說事件的時候 他一次就要給他一次 他9月8號弄他 他9月17號就不要讓他上台 結果弄一次 他太急躁了 他根本不應該這樣做 他這樣做了 這個服貌 逐條省雖然不是他希望的 可是已經在去年6月20號簽了 朝野協商了 又花了一年的時間 快要一年喔 那你現在突然在 張慶忠用這種硬幹的方式 我跟大家報告大家去查 張慶忠硬幹的當天晚上 行政院的發言人 孫立群奉院長之命 張慶忠委員辛苦了 特別發出這樣的新聞稿 辛苦是甚麼 辛苦嗎 自己帶了一個小麥克風嗎 今天剛才沒人姐講的 他是鼓勵他 垃圾包頭吃包 他要告訴人家 大家注意看 這種人就是後面紅人 馬江會好好用你 那如果你不衝 你不幹 那以後你就知道 馬上就要提下一屆的 2016立委選舉了 我們剛才講 民主國家的領導人 是要去說服他的民眾 其實國家不用說服 你不停拉出去槍斃就好了 可是馬英九現在不說服 他用安撫的 剛才講 去找很多原本對服貿 有疑慮的一些廠商 能夠到大陸去的 去大陸 然後能夠安撫去安撫 不是安撫 你要說服 你要有一個領導人的 告訴人家 我的方向是對的 竹條省你都已經統一了 你現在不審 我覺得這個是信心的問題 他對自己的服貿的內容 其實是信心不夠的 否則你信心夠的話 你坦白講 你竹條省真的對台灣好 然後民進黨每一條都跟你反 民進黨也不要吃飯了 今天講說 你看過去在黨外的時代 衝上主席台翻桌去鬧 那是因為那是少數 你要對抗多數 你要這樣做 你今天我們講是多數 你60幾席 剛剛講了 即使你每一條竹條省 你每一條全部人都摳到 沒有一個跑掉 大家都舉手 你還是可以竹條過 還是可以一字不改 你為什麼不這樣做 我跟大家講 這個台大經濟系教授 台大經濟系系主任 叫鄭秀玲 鄭老師 他一直對胡茂 有非常深入的捧析研究 他有一群朋友 他們就用很口語 很簡單的方式 讓大家了解 胡茂協議對台灣的影響 穆華你剛剛講 金融業的何壽川 他們非常的急 這個我同意 有些人很急 因為他可能利益 就是要趕快去 可是有些人很擔心 絕對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民主國家就是 極很好的 對台灣很好的 讓大家知道 對台灣不好的 讓大家知道 然後透過國會的審查 理性的討論 這一條哪裡要改 哪裡要改 然後大家表決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 這叫民主 好 鄭大哥 我插一句話 如果說在這個整個審查過程中 動了任何一條 改了內容 大陸會不會同意 還會不會承認 OK 沒關係 你讓我講 第一個 日本 韓國跟美國的談判 是重啟談判的 對啊 第一個哪裡不能重啟談判 第二個事情是 如果不能重啟談判 他們簽了 如果賣台灣 我們就要同意嗎 你剛剛講說 整個簽了 我們就要改 怎麼可能可以改 我問你那受傷了怎麼辦 改死啊 對啊 你有沒有改死 你讓我們的 一輩子的心血 復之百留 你讓我們的事業全部垮掉 但是我又不能怎麼樣 這個倒合理嗎 當然 因為我這樣 弘一這樣講 任何一個涉外事務 他一定會有正面也有反面 他一定會有利也有弊 只是我們必須要去衡量 整體情況 到底他是利大於弊 還是弊大於利 是嗎 所以要衡量 所以大家要卡 沒有錯 沒有 主條審查 莫王 你要了解 他說我們跟中國簽的協議 不能撕毀對不對 第四是不能改嗎 那我問你這個就可以撕毀嗎 當然不行 是啊 立馬撕毀 立刻撕毀 完全不談 對中國不能撕毀 對台灣人民可以撕毀 這什麼意思 所以我剛才有強調 什麼耳朵 什麼鹿鹿的耳朵長毛 他就馬毛把我們嘴巴全部塞住 所以我剛才有強調 我不是贊成 我不是贊成不要俗條審查 我也不認同張慶忠這樣的做法 所以才會導致今天學生霸在立法院 同樣在講一個邏輯 他們現在對中國的屈從 對台灣的粗暴 其實就是國會裡面對台灣的粗暴 你已經聽過我意思嗎 我當然了解你的意思 只是說好了 他不需要經過台灣人民同意的 他讓台灣民主倒退 然後這些就是說去中國大陸投資人 可以主導政策 這是他們夢寐以求的事情 台灣人希望你聽我們講話 他都不聽 他只聽中國講話 這到底什麼道理 他現在的做法是說 把這個任務國際信用來做一個上綱 但是我把中國大陸當一個國家 我台灣中華民國我也是一個國家 既然你是國際信用 馬英九自己曾經說過兩岸福茂協議 協議就像是條約 條約是國與國之間 我台灣我這個國家 跟你中國大陸這個國家之間 國與國之間的協約 馬英九說過 台灣跟中國不是國與國關係 所以這也不算條約 在馬英九認為不是國與國關係 可是當講到條約不能改的時候 他就頒國際信用過來 所以我就說他講話 會有很多矛盾之處 你這樣不是跟陸龍一樣 指路為馬嗎 國際信用 你竟然訴出這四個字的原則 條約在各個國家裡面 還有國際之間的通用法則是 條約的位階高過於法律 法律在國家的國會當中要審查 條約難道不用審查 條約也要審查 你剛剛同一個 你舉的美國跟韓國簽FTA 還有包括當年的美牛 比台灣更早就扣關到 這個韓國的首爾 要進入韓國的市場 韓國的那個抗議到那種自焚 很多那種是流血衝突 比台灣有過制無不及 韓國國會不敢做 然後不敢通過 然後要求韓國的行政部門 他們全部重新重啟談判 就跟美國重新再根據那個協議 一條一條的改過 美國其實也常用這種手段 美國在跟世界各國簽FTA的時候 或者是簽各種經貿協議的時候 美國國會經常就整個原案 要簽了協議保留 保留之後做一個附帶決議條約 要求行政部門 美國的國務院或美國相關的部門 去重新跟那一個國家 再重新再一個一個條談判 那很多的東西都是這樣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跟中國大陸在談的時候 因為你說福貿協議 如果逐條審查 更動了第一條或第二條哪一個字 回去中國大陸說 那你跟我之前簽了白簽 那這就回到原因 你一開始本末倒置 你開始的時候 你沒有把這個朝野共識 和整個企業國內的產業共識 凝聚起來 授權你怎麼簽怎麼寫 然後你回去跟大陸簽 如果福貿協議可以這樣 因為ECFA他們就用過一次了 ECFA給你這樣用過一次 後面很多的細項 福貿協議你這樣用 貨貿協議 以後的兩岸和平協議 或是軍事協議 你都要這樣搞的話 我們的信任基礎在哪裡 這個觀眾朋友要知道就是說 其實他就這樣子 這本協議我跟你們都參加好了 說好了 因為你這邊你準 你一黨族大 一黨領政 他會問我說 小馬 你可以嗎 沒問題 大哥 OK 我回去會搞定 這其實也是為國民黨好 因為任何一個政黨執政 都不能思想 然後再來講說 你搞定 咱們就十月見個面 學習 學習 也行 也行 我覺得很簡單 我們先休息 盡一下 你現在 你這個東西 你沒有先這邊商量好 再來你這邊都弄好了 才會來說 我會把這個搞定 你也要不要再來 對啊 他就要把它搞定 新聞 放話話 好 我們回到現場 看一下這是史上第一次 學生霸戰立法院 這個是 近戰國會 近戰國會 我跟你講 這個不要當一天的新聞看 對 哲瑋 這個有歷史意義 已經超過十幾個都好了 因為我們20年前 頂多是把立法院牌子拆下來而已 還沒有衝進去 他們這次又拆又衝 進步了 1988年的5月有一個農民考驗 就是把立法院牌子拆掉 那時候就是去衝立法院 可是是在立法院外面 那一場我就在 你有在嗎 我們那時候是坐在中山北路 那個分區前面 跟鎮報警察對峙 然後到5月以後 鎮報警察衝過來了 然後就跟中山警察一場混戰 那時候有稍微進到立法院 可是我覺得這一次 那個意義更大 因為立法院我們講圍牆有幾次突破 招牌有被拆掉過 在這麼多年裡面 但是意義場被戰績 就是第一次 這次是怎麼衝進去的 他們從一個小路 從立法院側門 近南路有一個康園餐廳 在立法院旁邊 有一個小門 所以我們完全比照 張慶忠的手法 門只有一個警衛在上 因為那個是戒備最鬆懈的地方 所以他們場地觀察過 有觀察過地形 洪英哥1988年的農民抗議 那時候我還在好像是國中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新聞的時候 我一開始感覺是 哇這些農民怎麼跟警察打成這樣 他們是 因為新聞的時候他們是報名嘛 那你看過26年了 我們居然 我們的民主還是需要 學生衝進去 贊助了國會的殿堂之後 大家才發現說 這事情很重 民進黨在哪裡 來 所以你說 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黨的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要去想說 為什麼沒有辦法 讓正常的意思能夠進去 我看一下早上 今天佔據立法院的這些學生 就是未來社會的精英 你們知道520當年農民運動 我們學生站在第一線的 現在裡面有多少個立委 現在裡面有多少官員 重要的中間 民進黨的 幾個太陽 包含蔡英文 昨天他們知道以後 都到議場的這邊來聲援他們 他們都有進去 可是他們都是從二樓 就是記者席那邊 跟下面的人揮手 因為一樓的幾個主要的那個門 他們學生也把那個椅子 就是委員的椅子 去推到去這邊 我先說 我支持學生的抗議 而且我也理解他們的行動 因為你不這樣做 已經沒有辦法引起社會的關注 那這個是 有人說學生是在作秀 這張就是照片要告訴你 這是今天早上的照片 你看旁邊有沒有什麼攝影機圍著他們 一堆攝影機 沒有 反光 欸 這樣可能 沒有對不對 沒有 那他們還是坐在這邊 連一堆警察圍著 他們的表情 這些學生 我要跟大家講 當你在 等一下會有幾個是 現在網路上已經被傳了 幾萬個帖 就是在批評學生的 我們都要兩面俱成 這個照片我要告訴大家 學生是有理想的 你不要講說 職業學生啊 愛作秀啦 然後怎麼樣 想紅 這些學生並沒有在攝影機前面 這是我們的一個同業 他在要 過去立法院的時候 被圍在外面青島東 比較遠的地方 這幾個學生沒有上鏡頭